天下西湖三十有六 为杨州的西湖 一具清秀晚立的风姿独具特色 一红曲水宛如锦带 书飘如符时放时收 较至杭州西湖 定有一种清瘦的神韵 小金山是湖中一小岛 原名长春岭 建于清代中叶 四周环水水随山转 山衣水活 山顶有风亭一座 是全园最高点 清代前唐诗人汪浩有诗云 吹阳不断皆残无 艳齿红桥演画图 也是小金一锅子 故意换作寿西湖 寿西湖由此得名 并且明明阳中外 射西湖在扬州城西北 原名保证湖 白塔距武亭桥不远 塔高27.5米 下面是树妖须米塔座 八面四角每合三坎 坎内雕刻着12升肖像 和北海白塔的厚重稳健不同 寿西湖白塔比例均匀 历史悠久 六朝以来即为风景圣地 清乾隆时纪盛极一时 寿西湖是我国湖上园林的代表 古典园林 中南秀北雄为一体 有圆林之圣 甲鱼天下之域 钓鱼台 武亭桥 白塔秦云 以及24草景区等名媛圣迹 犹如一幅山水画卷 既有天然景色 又有扬州的独特风格 景外有景 人外有缘 历史上有24景著称于市 一幅毙桀 reck矢的一湖壁水两岸 串椅卷石洞天 潮堤春柳 河浦熏风四桥烟雨 大红桥是寿西湖的第一大美景 桥头的杨柳绿旗樱桃红破 红桥飞跨其中令人无比的眷恋 长堤垂柳最一一 踩过红桥顶入迷 长堤春柳十二十四井之一 低长六百余米 三步一桃五步一柳 桃柳相间 每当阳春三月 春花缤纷浪漫 柳丝阿罗起舞 飞扬如烟 沿长堤走到尽头 便见一元洞门 上述徐元二字 门内是一池清水 变植荷花 始终点缀着各种形态的山石 挤出翠柳迎风飘舞 景色一人 小金山西路有一滴通入湖中 第一端唯一方亭 名为吹台 相传 千龙皇帝在这里钓过鱼 婴儿又叫钓鱼台 从钓鱼台前右侧看去 正中原洞 下好收入五亭桥一景 左面原洞 正好收入白塔一景 俨然两张独服画面 其借景手法之窍 令人钦佩 五亭桥好像寿西湖的一根腰带 亭上就有五座亭子 顾名五亭桥 五亭桥有十五个桥洞 十五月圆之夜 每洞各嫌一月 十五个圆月倒影水中 争相辉映 泛舟穿插洞间 别具情趣 律律律律律律 和身边的五亭桥 相应程序 瑟西湖因其悠久 丰富的人文景观 秀丽典雅的自然风韵 成为古今中外著名的浏览圣帝 有点赞舟穿插洞